講著這一句給奶奶家端了沒有 突然全家都笑起來 她就覺得很納悶 我這句話有什麼好笑嗎 全家哄堂大笑 接著她的母親又接了一句話 她說怪不得你們三個孩子 都是一個娘胎出來的 因為她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 她們家三個姐妹兄妹 她媽媽就很高興的講了這一句 難怪你們三個都是同一個娘胎出來 接著她母親又說 說你哥哥剛剛先回來 她大哥先回來 一進門聞到香味的時候 就是這一句 給奶奶家端了沒有 接著她的姐姐 第二個回來 一聞到香味還是這一句 給奶奶家端了沒有 接著她第三個回來又講這一句 難怪全家哄堂大笑 而其實在這個笑聲的背後 代表著一個家風的沉船 代表著一個家庭的和樂啊 那這種和樂的氣氛 現在在我們的家庭當中啊 能否出現 而這個家庭溫暖的氣氛 淵源就是在這一份笑心 這一份感恩的心 所以這一個家庭呢 那時時都是啊 懂得孝順奶奶 那懂得孝順爺爺奶奶 那就更會孝順自己的父母 那是一定的 結果有一天啊 這個孩子又聞到香味啦 就跟他媽媽講 說這個待會煮好呢 我親自再端去給奶奶 那剛好這煮的東西啊 他比較要 比較要熬比較久一點 接著這個媽媽呢 就跟孩子開了個玩笑 他說今天煮的太少了 不跟不給奶奶家端了 他看那個孩子年紀還小嘛 就跟他開個玩笑 好 各位朋友 給孩子能不能亂看玩笑 那不行哦 孩子聽每一句話 聽得很認真的哦 所以當下呢 這個孩子就覺得很痛苦 你看那種 對父母啊 對爺爺奶奶那種天倫 那是天性 所以當母親說 今天不給奶奶端了 剛好那時候吃完中飯了 那個菜還在那裡熬啊 然後他就很難受 怎麼睡也都睡不著 接著他就自己啊 偷偷跑起來 看爸爸媽媽都在睡午覺 他自己跑起來 跑起來之後啊 因為身高又不是很高啊 就墊著腳呢 去撈這個食物 就把這個食物給撈起來了 然後趕快啊 端到奶奶家去 就給奶奶敲門 然後奶奶一打開門 奶奶呢 這一位小女孩就對奶奶講 他說奶奶啊 這個很香的東西啊 是媽媽叫我啊 端過來給您吃的 哇你看哦 這個小女孩為什麼要說是媽媽叫我端的 他是說謊嗎 他是說謊嗎 這個不叫說謊 說謊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欺騙別人 而孩子這一份心啊 那是不希望奶奶跟媽媽不合啊 他他聽說媽媽說 煮太少了不給奶奶端了 他心裡很難受啊 就怕奶奶跟媽媽的關係啊 會不好啊 所以他自己端過去的時候啊 還幫媽媽說話 說這是媽媽叫我端過來的 其實一個可愛的孩子 在一個家庭裡面降臨的時候 他天性非常的善良 他都有那種啊 當家裡和事老的那種很自然的反應出來 他希望家庭是和和樂樂 我曾經就聽過一對夫妻啊 剛好孩子還在強保當中 然後他夫妻吵架 結果一吵啊那個孩子就哇的哭 然後他們兩個不吵了呢 那個孩子就不哭了 然後再吵的時候呢 那孩子就又跟著又哭了 結果他們兩個就被這個孩子的反應啊 給震撼住了 結果那個孩子還兩隻手在那裡比 後來呢他們兩夫妻啊慢慢就靠近 靠到這個孩子的面前來 結果當他們兩個人 頭很接近的時候啊 這個小孩子就笑了 所以你看他的感受能力很強啊 他絕不希望父母是不和的 所以當父母不和啦 那對一個孩子來講啊那是最痛苦的 相同的當家裡婆媳不和了 或者是兄弟不和了 只要任何家裡人的關係不和了 那對孩子的人格啊都是一種煎熬 為什麼現在健康的人不多 心理健康的人不多啊 都是從小看太多衝突 他們在內心裡面啊很難相信 人與人能夠和睦 當不相信人與人能和睦 那個人與人相交往啊就很難 互相信來了 所以你看現在朋友之間呢 疑惑都很多擔憂都很多 其實源頭啊都是還在家庭當中 所以假如父子關係很好了 他一定跟主管人處得好 君子之士親孝 故終可疑於君 跟父母關係很好啦 他自自然然知恩報恩 懂得怎麼樣去跟長輩相處 所以今天在家裡很孝順的人 他往後出去工作啊 你都不需要替他擔心了 兄弟姐妹很和樂 四兄弟故順可疑於長 兄弟之間和睦相處了 他那種對長哥哥姐姐那種平輩當中啊 互相的體諒互相的幫助的態度 自自然然就延伸出來 所以兄弟能和睦啊 他跟同學跟同事相處啊 也會非常的融洽 所以你看一個人能否跟生命當中的有緣人啊 相處的很和諧 根源都還在家庭關係 所以哨成若天性 習慣成自然啊 所以我們這個灰可以冷靜思考一下 我們自己的心和諧嗎 我們孩子的心和諧嗎 而這顆心將伴著他一輩子喔 所以今天我們有成就孩子的心 就應該把和諧 就應該把人與人當中啊 相處應有的忍耐 應有的關懷 要把它演出來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很可能忽略掉的 我們沒有去觀察到啊 孩子的心性到底往哪裡啊 在發展 所以剛好有一次呢 我們跟一群幼兒園的小孩 在那裡 談到這個賢妻良母 還是談到這個三重四德 提到這個四德呢 小孩子也很仔細的在聽 結果提到父德 一個婦女的德行 尤其一個媳婦的德行 應該具備哪一些特質 結果當孩子們回答的答案 讓老師很吃驚 其中這個小孩回答最多的一個條件 就是媽媽要對爺爺奶奶好 你看這個訊息都告訴我們喔 假如我們婆媳 我們這個公婆跟媳婦之間的處得不融洽 你看孩子每天都是很難受的 甚至有一位媽媽啊 我們講到這裡的時候 她都回想到一些孩子成長的情景 比方說奶奶有炒菜 媽媽也有炒菜 就端到桌上啊 這個媽媽其實也不是啊 就很刻意的去分別說喔 這個是奶奶的菜 這個是媽媽的菜 她只是順手的呢 夾了一些 夾了自己炒的菜啊 給這個自己的孩子喔 自己的兒子說欸 這個菜很好吃多吃一點 結果這個孫子喔 他的兒子啊 馬上就去夾奶奶炒的菜 我先吃這個 你看孩子其實他的心是很很細膩的 所以今天假如我們把這個侍奉自己的父母啊 自己的公婆這一份孝心真正演出來了 那孩子人格會非常的健康 而且他會自自然然就把孝道給演出來 所以孩子假如從小看不到和諧 他的內心啊還是會有埋怨喔 就埋怨誰啦 很可能就埋怨媽媽 埋怨爸爸 所以這個都不是啊 我們願意見到的 所以有一位母親啊 她自己啊 剛好接觸弟子鬼 接觸以後她也很歡喜 因為她這個希望啊 能夠好好教她的孩子 很多的家長啊事實上都非常用心教導孩子 只是啊方法有些不當 等她看到弟子鬼了 那都喜出望外 都覺得久違啦 現在才遇到 可是當她自己在讀誦弟子鬼的時候啊 內心非常的掙扎 當她念到父母呼應勿還 父母命行勿然 突然啊深深的反省 因為她從結婚之後啊 生了孩子六年啊 沒有到她公公婆婆家去過 都沒有打過招呼 所以她心裡想啊 我現在要教孩子笑 結果我又沒有做出榜樣來 所以她心裡就很掙扎 而為什麼 她會跟公公婆婆六年沒聯絡 只為了 她生了孩子 要求婆婆公公幫她帶 婆婆婉拒了 她就這樣忌恨了六年 所以實在啊 現在我們這些年輕人啊 要好好的反省啊 這父母已經辛苦了幾十年了 都已經年齡大了 那個老人家抱小孩啊 那個抱抱個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那真的是老骨頭都受不了了 而且我們生了孩子 就照顧好孩子 本來就是父母的天子 陰盡的本分 怎麼可以把自己陰盡的本分呢 要推給老人家 還視為理所當然 甚至也呢 連一句謝謝都沒有講 所以年輕人不可以太過分了 所以因為這一件事情 所以就整個關係啊就比較惡化 我在那裡想啊 六年了 一個人六年在那裡嘔氣 對自己有沒有好處啊 他還真厲害 嘔了六年了身體還沒事 假如其他的人可能六年都快得癌症了有沒有 不只他會得癌症喔 很可能公公婆婆也是癌症高危險群 害人一定害己 利人一定利己 這是天地間的真理 當我們起個不好的念頭要害人 事實上自己的所有的細胞 都收到這個壞的信訊 所以大家看歷史上這些尖層啊 有沒有長得呢 臉圓圓的耳垂很大的 都是長得鼻子尖尖的 然後一副很薄服的樣子 你看歷史上這些尖層後面都沒有好下場 而且不只他沒有好下場 他的子孫都沒有好下場 各位朋友有沒有人是曹操的後代 有沒有人是勤快的後代 都沒啦 所以你看喔 他們那時候覺得佔了便宜喔 事實上吃了大虧喔 虧到斷子絕孫喔 而就像歷史上這些名臣中臣 為了國家為了人民啊 自己可能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喔 那時候可能世間的人說 哇怎麼這麼傻喔 但是看到的是他們的家道 百年千年都不衰啊 所以他不是吃虧啊 他是真正有智慧啊 所以人假如沒有智慧啊 真的看事情 都不容易看得準 所以當他起了這份忏悔的心 其實命運呢 就開始轉變起來 他就趕快這個 整理好自己的心境心態 然後就回到公公婆婆家 結果一回去喔 兩個老人家 好像精工之鳥喔 突然看到他很緊張 然後本來在煮菜喔 那趕快做了些處理啊 一些比較好的菜趕快先收起來 然後他自己去的時候也買了些菜 然後他就跟他婆婆講呢 說今天就我來煮就好了 那兩個老人家驚魂未定 他怎麼突然六年不出現 突然出現了也很緊張 結果後來煮好飯菜呢 煮了一桌啊 那全家人就坐下來了 然後當下呢 他也用很真誠的心啊 對著他的公公婆婆說的 他說這六年來啊 都是我的錯 我向你們忏悔 都是我太不應該了 所以從今天以後啊 我一定能好好敬我媳婦的本分 好好孝順你們老人家 那個公公婆婆聽完之後啊 那個當場啊 眼淚就掉下來了 整整桌整個晚餐吃下來呢 又哭又笑 哭是感動啦 笑是啊迎來了家庭的和睦啦 所以其實家庭的禍府啊 就在我們一念之間 是不孝還是孝 是付出還是計較 是寬恕還是過不去 這都是一念之間啊 整個家庭的命運就會轉變 所以我們一定呢 要把這個和諧 演出來給孩子做榜樣看 剛剛我們提到 這個小孩呢 端了這個好吃的 端到奶奶那裡去呢 就說到呢 這是媽媽要我端過來的 結果奶奶也不宜有意啊 就端進去了 結果發現了那個東西沒煮熟 然後又過了一兩個小時呢 真的煮熟啦 這個媳婦就自己端過來啦 一端過來這個奶奶就很驚訝 剛剛不是已經端了還沒煮熟的 這個媽媽才回反應過來 跟孩子真不能亂開玩笑 所以這個故事呢 也讓我們好好的來感受一下 我們的家道到底傳了什麼 在我們中心呢 很多老師他們都是啊 放下了自己的很多名利的機會啊 然後投入了這個文化的弘揚 等於是對民主啊 有一份忠心在 而我們非常明顯的感受到啊 他們都很孝順 而且他們的家道呢 都傳的非常的非常的好 他們都常常回想到呢 父母最常講的話 是在外面呢 絕對不能佔人家的便宜 他們所這個 傳遞下來的這個家風啊 都是那一份的樸實厚道 他們留在腦海裡的 都是母親啊 那一份忍讓 那一份謙讓 從來不跟人啊起衝突 甚至於是很多 這些親戚朋友們來呢 都有怨氣的 來到他母親的面前來 母親都是給他安慰 給他關懷 慢慢的把他的怨氣給消除掉了 所以這一份人生的態度啊 都會傳給下一代 所以曾國藩先生呢 曾經就講到了 這個家道啊 能傳多久啊 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提到 他在這個 温海數十年 不只在官場上啊 他接觸的廣大人民啊 看到各行各業的興衰啊 他說當官的人 基本上啊 過一代兩代的 都微乎其微 這個是清朝說的話喔 其實我們在好好的來看 當下的社會 不要說過一兩代都沒有 連過他自己的都很少 他自己雖然當了官 但是卻沒有修身齊家的態度 官也當的不好 然後下一代搞得亂七八糟 夫妻離婚的大有人宅 家齊而後國治啊 家都不能齊而能治好團體 治好國家呢 那無有是處啊 但是騙得了 騙得了一些 一些人 騙不了真正懂道理的人 所以真是 當官的弄權一時啊 七糧萬古 一代兩代都過不了 而這一些官善人家呢 他的下一代啊 起責交易 非常驕傲又放育 接著就開始 遊蕩 有了錢呢 那父母呢又忙於事業 又沒有好好照顧他們 就開始遊蕩啊 可能這很多人都到 到這些不良場所去的 終則 公戶 最後都死在這些 這些山溝裡面啊 水溝裡面都有 所以要能 比方說商人啊 要能 加到興旺三世代的 那絕對都要有 勤儉的特質傳下去 勤勞節儉 你看留在孩子 心目當中啊 父母的風範 就是非常的勤奮努力 你看留在我的心目當中啊 我常常會想起的景象 是我父親有時候 假日值班 都在公司裡面啊 很認真的辦公 那剛好我的母親呢 帶我們去看我爸爸 我們幾個小孩 你看我的記憶都很深刻 從窗外呢 望著自己的父親 那一份神太 那一份 這種盡忠職守呢 都深深的繞在心上 然後勤儉 我的奶奶啊 特別節儉 小時候呢 都覺得說 哇奶奶怎麼這麼神 一看到電燈 不需要用了 馬上都把它關起來 甚至於一張衛生紙啊 都分好幾次用 當時候我們看了覺得 哇太神了 可是啊你看那種 德行啊 確實會感人 不見得啊 不見得啊 當下就感動我們 但是那一點一滴那種形象啊 就落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所以後來我們 長大了啊 自己賺了錢啊 也很節儉 然後走到很多地方啊 自己也變成 關電燈的這個高手 都很習慣啊 突然想到 喔奶奶這個 這個 行為風範呢 確實已經呢 扎到我們心田裡面了 有了勤儉持家啦 做生意的人 才能夠過得了三十代 再來要過五六代 都要有這種 謹慎樸實的家風承傳 你不謹慎喔 很可能一個子孫啊 就會把整個家族啊 的名聲啊 給毀掉都有可能 非常謹慎又很老實 樸實 而真正能過八代十代的 絕對要孝替傳家才有可能 所以我們今天立了志向 要能家風傳 傳百年千年 那絕對是從我們自己啊 把孝替做出來 當孩子的榜樣開始 好 那剛剛我們是提到呢 這個家道是從我們做起的 好 那 我們今天呢 學習聖教 要長智慧 而這個智慧啊 也可以傳給子孫 而 我們要有 真實的智慧 也首先呢 要對自己啊 有這一份信心在 才能透過 我們無窮的信心 然後突破 我們不好的一些行器 這樣就能波雲見日 智慧就透出來了 所以我常常會跟朋友提到啊 說我們常常口口聲聲說 我了解別人 其實啊 當我們連自己都不了解 怎麼了解別人 跟自己二十四小時朝夕相處的 人都搞不清楚了 然後說我看別人很準 其實那都是自欺欺人 所以在大學裡面有一句話 要知所先厚 擇盡道矣 一個人要了解別人 首先先了解自己 遇知人者先知知 遇愛人者先知愛 我們今天說到說 我很懂得愛護別人 結果自己的生活搞得亂七八糟 那我們拿什麼正確的人生態度啊 去愛人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這種人與人的感情啊 都出現這麼大的問題 其實那哪是懂得愛人 愛怎麼會愛人互相傷害 那不對的 那個是欲望 是控制的欲望 人家不順我們意然就發生衝突 真正懂得愛人 是知道如何自己這一生啊 不自爆自己 知道這一生啊 一定要能明明得 成就自己的智慧得能 又能夠親民 這個親民就是幫助廣大的人群 包含從家庭 以至於到我們的社會民主 他都懂得去愛護 其實這一份愛啊 自自然然就會引發出來 因為只要他懂得孝順父母 他的人愛心啊就會提起來 孝替野者其為人之本語啊 所以真正懂得自愛愛人的人 就是真的懂得人生的價值觀啊 就是這一句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得 在親民 在子於自善啊 自知才能知人 自愛才能愛人 再來啊 自助才能助人 我們現在口口聲聲說 我都在幫助他人 當自己煩惱還重生的時候啊 我們拿什麼幫助別人 就幾句話說啊 看開一點看開一點 結果自己都沒看開 我們講那一句看開一點 人家相信嗎 哎呀人要放下啦 結果人家聽了之後說 自己都沒放下還說我 叫我放下 所以 尼菩薩過疆啊 自身難保 所以真正明白的人 時時提升自己 而不是呢 在那裡想著 我要先幫誰先幫誰 當我們自己提升自己了 自己真的把人生過得非常充實 自在快樂 不用去 不用去給別人講一大堆道理 人家看到我們的 這樣的轉變啊 自自然然就跟上來學啦 這叫為人演說嘛 演的時候已經在說啦 而且那個說啊 比用嘴巴說啊 力道不知道強多少倍啊 所以我們開始自知 自愛 自助 這是第一步 先後一定要搞清楚 這個假如我們做個比喻啊 這看起來像要變魔術 大家別誤會 比方呢 我們用這一顆 這一顆寶珠啊 來比喻做我們的明德 這個明啊 這個明啊就是智慧 德啊就是德能跟福分 所以人生的智慧福分德能啊 那不是去外面去要來的啊 而是自己本有的 但本有的我們現在智慧沒有啦 是有煩惱 我們現在得這個能力不見啦 福分也很薄 原因在哪 原因在我們有障礙啦 所以本有的這些 這些智慧德能 福分呢 得不到受用 但是假如真正 去掉了這些煩惱障礙了 那真的當下呢 就能得到 這一些本有的 就會顯現出來了 你看大順啊 他本來的人生 哇那比我們慘多了吧 可是你看他死死不減他的笑心 他的德行 智慧啊 展開了 他的福分呢 你看他一輩子從 本來是默默無穩的農夫 由於智慧德能現前 你看他那一輩子就當了天子 而且他的後代子孫啊 到現在啊 都還很兴旺 可能在座很多人呢 都是大順的後代 比方姓陳的 是大順的後代 你看我們台灣講成領辦天下 那大順的後代就不知道有多少 現在在整個華人世界裡啊 很多很有成就的政治界 商業界的人 都是大順的後代 大順能在一生 把他的智慧 德能 福分 現前 相同的我們也可以啊 但是我們要先了解呢 你看這個光芒呢 就好像智慧一樣 但是呢 他被障礙住了 好 被一陣 塵埃喔 給他 蓋住了 這一個塵埃呢 是長的是紅色的 紅土吹過來了 好 好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喔 看不到他的名德了喔 看不到他的本善了喔 有沒有人說看到了寶珠啊 沒有了 通通通說看到了一顆紅 紅土 紅土球 結果呢 可能又有一陣風吹過來了 好 各位朋友 我們看到了什麼 藍色的塵埃喔 土朗把它包住了 藍土 也絕對沒有人會說 寶珠啦 摸你寶珠 不會這麼講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常常說 那個人我太清楚了 他什麼德性我 我都摸得透啦 是不是真正清楚的那個人啊 不是 他完全看不到啊 他的本來面目 他所看到的只是啊 這個人 成長過程中啊 染上的習氣而已 所以習氣隨時可以改過來啊 但是他那種 本善的心啊 時時都在喔 所以我們看到的 不是他 不變的那個 本善 都是看到他的習氣而已 所以認虛妄的東西為真實 而認真實的東西為虛妄 真實的就是他本善的心 但我們現在看不到 對人都不相信啊 人現在都很奸詐狡猾 所以我們是不是真正認識清楚人 我們自己要 要靜下心來思考 好 你看再一陣又吹過來 好 那就變成黃色的土球啦 好 好 所以我們自己看自己 有沒有看到自己本善的心 有沒有時時鼓勵激勵自己 要把我這個本善的心發揮出來 還是常常在那裡懊惱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我不行啦 連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那誰都幫不上忙 所以什麼叫扶不起的阿葡 就是完全不相信自己 那誰都幫不了嗎 自己放棄自己啊 自助則天氣啊 自助則天助 自救則天救 我們自己真的願意救自己 真的願意這個幫助自己啦 很多外這個所有啊 親朋好友的善的力量助援 就會接著來喔 但我們自己都不信任自己 放棄自己 那真的 誰都幫不上我們 好 那我們呢 很可能都被很多啊 習氣啊 包住了我們的 明德智慧 但突然有一天 可能我們在唸 唸到一句經文啊 跟我們的本善的心相應啦 那就好比啊 下了一場雨啊 把這個塵埃怎麼樣 給沖刷啦 這麼一沖刷 可能一個腳的光芒啊 就射出來了 然後射出來了 這個時候假如我們看到的那一 別人這份本善呢 顯露出來了 那我們就應該啊 好好的再去幫助他 去扶持他 好 讓他的那個 那個 善良啊 不斷的引發出來 好 所以像我們教書的 老師們 看到孩子有孝心 有人愛心 我們趕快肯定他 這個時候他就會 那個善心啊 就會不斷的 被引發起來 所以我們對人啊 那一份信心 信任 要始終不變 今天這個魔術啊 這個實驗做的呢 不能白做喔 就從今天以後 對任何人 都相信他 人之初 信本善 有了這樣的信念啊 真的我們的世界就開始變了 因為曾經有一位朋友啊 他剛好跟我們一些同仁 相處 然後到我們中心去啊 還在幫忙啊 撿草 那我剛好那一天呢 也蹲下來啊 一起在那裡 撿草 結果他 他這一位 女士啊 就跟我們聊了起來 他說跟我們相處啊 感覺到 人之初性本善 這個時候我們聽了會怎麼樣 有沒有巴風開始動了 是喔 幸好沒動 關照了一下 接著呢 我跟這位朋友說到 我說不管你遇到任何的人 你這一輩子都不能動搖 人之初五 信本善的信念 是啊 不能說看到這一批人 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 看到其他的人就不相信 這也不是真的信喔 假如看到這一群人 覺得人之初性本善 當這一群人又有一些習氣被他看到了 那可能他又不相信了喔 所以我們要明白的真相 確實是本覺本有 但這個習氣是不絕 那是虛妄的 我們不要把它認成真實的 所以一個為人父母者老師 堅信之後 才能把這一份自成的信任 傳遞給學生 傳遞給自己的小孩 所以有一位 這個小朋友 他算是在學校裡面呢 名聲不大好 很多老師一看到他呢 可能臉色就很難看 或者是都有一些嚴厲的指責 剛好有一位有愛心的老師 看到了他犯錯了 就把他叫到辦公室來 結果叫到辦公室的時候 其實那個孩子呢 他那個表情都已經準備好了 你要罵就趕快罵吧 罵完我好走人 都已經好像有一種慣性了 結果這個老師啊 突然看到了這個孩子 身上衣服很髒 好像已經很久沒洗了 突然就起了這種憐憫的心 然後就對著這個孩子講 說你早餐吃了沒有 你看關心他的 關心他的生活啦 他那個孩子呢 本來是想著說 老師又要罵我了 突然老師這麼一問啊 他嫩了一下 然後眼淚啊就掉下來 因為啊 這種關懷的言語啊 離他似乎已經很遙遠了 都沒有聽過了 所以這個老師的這一句關懷呢 就打動了他的心 後來啊這位老師就親自帶他去吃早餐 陪他吃早餐 所以有時候啊 父母老師啊 道理不要講太多 先關懷愛護他 那一份心與心的交流 很可能就讓孩子的心 就開始軟化 開始轉變 所以老師帶他去吃完飯啊 往後呢就常常關心他 所以這個孩子呢 感受到啊這位老師對他的信任 所以覺得說我假如不好好的表現啊 那我對不起這個老師對我的愛護 這個孩子的成績啊 和人格 和德行啊很快的就轉過來 這一份堅信很重要 我們也曾經啊跟監獄的朋友們有交流 確實啊 這些受刑人啊 可惡之人呢 必有可憐之處 他們都是人生有很多不幸呢 才造成這個結果 所以其中有一位 受刑人他才二十幾歲 但其實這個孩子從九歲啊 就已經啊跟父母分離了 而且還被賣過好幾次 那小孩嘛被人家亂賣 然後離開父母十多年啊 都以都根本就不知道家在何處 後來因為偷拿人家的東西被抓了 關進去 然後這一位女警啊 看到她 因為自己也是為人父母嘛 都有那一份 那一份同理心 她也是人家的孩子 她父母看到她這樣也會很難受 所以就問了她 說你需要什麼東西沒有 當下 這一個年輕人呢 連想都沒有想 馬上回去 我什麼都不需要 我們今天很有愛心的去關心她 然後她說我什麼都不需要 我們當下的心情會怎麼樣 會不會惱羞成怒啊 我的好心對你 你是什麼態度 所以真的 我們對人家好是不求的 有求的心 那都不是真心 今天我們對人家好有所求啊 人家回應回來不好 我們馬上就翻臉了 所以用一顆無求的心去付出 而這一位女警聽到的 我什麼都不需要 她不止沒有不舒服 反而是有一種酸楚 這個孩子已經啊 那種絕望到 根本不相信人 根本不相信人家會關心她 所以一下子就回絕掉了 隔天 這一位女警啊 她就買了一些日常用品 毛巾啊牙刷這些東西啊 就拿到了這個受刑人的面前 然後就交給她就走了 在這個大陸啊 公務人員的薪資並不多 所以當她看到呢 她還給我們買這些東西啊 那她的整個生活啊 也會很吃緊 這個受刑人呢就很感動 後來啊她在監獄裡面 行為的改變很快 也很得到啊 這個裡面警員的肯定 還幫她撿撿了一些罪 她就說啊 所以我時時時都想著呢 不能夠讓這一位阿姨 這一位女警 她的好意啊 給給這個白白浪費掉了 所以她就一直砥礪自己 不能讓這一位阿姨失望 所以當她心中有感受到 人家對她的這一份愛 就會化成她 源源不絕的動力 而由於這一份信任的心呢 我們給予這個受刑人 這個年輕人的每一句話語啊 都會記在她的心上 所以她 那這一位阿姨曾經跟她講過的 說她很善良 說她很懂得上進 說她一定啊 可以不斷的進步 誰都不能阻擋她的進步 這些話她都記在她自己的心上 後來這個母親節那一天呢 這個受刑人還親自做了一張賀卡 然後還住這一位女警啊 母親節快樂 她又說到呢 這監獄啊 就好像她第二個家一樣 因為這個地方啊 有愛她的人 有信任她的人 有幫助她的人 那後來呢 這個 這一個受刑人 他出來以後做什麼呢 做反爬的警員 她本來是偷人家東西啊 現在她改 改邪歸正啊 她自己去幫忙抓這些爬手 而且抓到以後呢 都會同理心的先去幫助她們 好 那我們先 這一節課先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這次яч著 遊樂 遊樂 無解 作曲 李宗盛 我们早上提到要经营无怨无悔的人生 首先自己要对人生无怨 接着才能演出让人家不怨的人生 自己假如对人生都很多埋怨 这一种态度走下来一定是大家互相抱怨 人为什么会有怨 我们要从源头来解决问题 自己为什么对人生会有怨呢 第一个不明白道理 早上我们已经提到佛陀给我们的教诲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今天某人跟我们过不去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前世曾经伤害过他 所以冤冤相抱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相 那是之前我们自己先伤害别人 绝对不能再让这个渊渊相抱继续下去 而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也很有可能很多人过去生对不起我们 那我们要不要再去跟他们计较 要不要 那样的人生多苦 人家欠我们的通通不用了 通通不计较 那真的是当下身心都很清安 所以这个真相历史 故事当中就很多真实的例子 像悟达国师 这个他是时事的 悟达国师他的前世就是汉朝的曹措 曹措那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宰相 但是他被陷害致死 陷害他的是元岸 结果这么一陷害了曹措的灵魂 就这样跟着元岸时事 就为了报这个仇 然后时事之后 元岸变成了悟达国师 还当到国师 那皇帝赐给他一个城乡宝座 结果他得到这个宝座 他又为一个国的国师 就起了傲慢心 所以这个时候 曹措的鬼魂就附到了他的脚上 就变成了个人面床 怎么治都治不好 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听了以后 要不要跟人家结怨 绝对不要跟人家结怨 然后因为之前悟达国师 经过一个地方 看到了一位老人 病得很严重 身体也是很肮脏污秽 但悟达国师竭尽全力 去把他救回来 又把他照顾好 这位老者就对着悟达国师说 你以后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来找我 而这一位老人家 就是在佛陀时代的加诺加尊者 悟达国师看到这个人面床 没有办法解决 自己的生命都堪忧了 他想起这个老者曾经说的 可以去找他解决 他就去找到了这个加诺加尊者 加诺加尊者才把这个原因告诉他 你们就是十四前 在汉朝初年 他是朝错 你是元昂 你们结下了这个冤宠 你看他跟了你十四 当我们听到 这个朝错的鬼魂 跟了十四来 我们是会觉得他很恐怖呢 还是觉得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他 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 不是觉得他恐怖 而是你看我们一个陷害他的念头 害他含恨十四 你看我们有时候恨一个人 恨一天都快不行了 有没有 因为居然我们自己做错的事 害得人家十四都在那里痛苦 这我们太不应该了 所以佛陀曾经 这个在普贤行愿品里面 有提到一段真相 我们看了也是很有领会 说若恶业有体相 我们所做的恶业 假如有体积 比方说 今天我们做一件 跟人家结个恶缘 就好像一颗沙子一样 一颗沙子有没有体积 有 你看一整包土 那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体积 假如我们做一件坏事 一颗沙子 那我们从无始结以来 所做的恶事有多少呢 多到整个宇宙都装不下 我们听到这里 不是突然想说 哎呦那我的冤亲债主很多 不是啊 要深深忏悔自己 过去实在做太多对不起人 这个角度就差很多了 一个是真正能忏悔 真正能替人着想 一个还是自私之利 还在那里都别来都别来 所以曾经就有一个人 跟他的朋友讲 说哎呦你旁 你这个 这个后面有跟个冤亲在主 其实这种话都很不恰当 讲话一定是对对方有帮助才讲 那讲那个话让人家更紧张呢 那个叫自作聪明 还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功力很强 还要炫耀一下说 哎我看得到哦 你后面有个人 那个都是非常不当的 只要说出来的话会让人家难受的 这个话不讲 唯有能利益人的话呢 才讲 不然呢 少说多这个 少说些话才不伤气 话讲太多都吃不胖 像我你看都吃不胖 所以多说少说些话呢 养自己的元气有什么不好 所以那一个朋友就很困扰 哎呦这个 有过去生跟我结怨的人 那跟着我啦 怎么办 他就来找我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当初到文化中心来做什么 他说为往胜记绝学 我说对啊 哇你看你心量这么大 不是就为了要来帮助众生吗 结果现在有一个众生 很愿意跟着你每天读经 跟着你每天学习 然后你还叫人家赶快走 真不慈悲 你那个慈悲是假的 这个我们要去拉个人来学习都拉不动了 人家主动跑来了 你还在要把人家赶走 你那个慈悲是假的 是吧 你看他主动来了多好 每天陪着他读经念佛 我们还在那里 众生无边四月度 结果一个众生自己来了 然后老老实实跟着你学 然后你说你走开 你走开 所以有时候要想一想 自己的心跟做出来的行为到底差多少 但是我们也是从这历史上的故事感受到 绝对不能跟人结恶缘 那个是没完没了的事情 那我们有了这一份明白了 这一了解了这个真相 所有跟我们冲突的人 我们都起惭愧心 都是我前世跟他结怨 这一世他才会这么对我 而且当他这么对我的时候 他同时又造业 又堕落 所以我们害人不前 所以很多这些事例 包含很可能感情问题 感情问题 然后都可能是前世背叛了对方 这一世他才来破坏我们的家庭 而当他破坏我们家庭的时候 事实上那个都是堕善恶道的罪业 所以人也不要报仇了 报了仇以后自己又万劫不复 哎呀真是太得不偿失了 所以我们今天人家有欠我们了 就别跟他计较了 我们有欠人欢欢喜喜去受 把这个债都还完了 叫无债一生亲 所以真正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而且看到的都是 都是我造成人家对我这样 所以我首先要真诚爱护他 就把这一段缘就转成法缘 没有对立 没有冲突 好 这个是第一个要先明白真相 才能够化掉这个人与人的埋怨 第二个人之埋怨 就是不了解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其实没有人能够让我们痛苦的 我们早上也提到了 能知足者 天不能疲 因为我们有时候埋怨都把责任 往外推了 埋怨东 埋怨西 其实人生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 要有这份担当才对 能知足者 天不能平 自己就不会觉得很匮乏 其实说实在的 人当不知足的时候 那很多抱怨就出来了 明明这个老板已经很照顾我们了 但是因为我们太贪婪了 就常常抱怨这个老板 因为贪心了 那父母把他一辈子呢 省事前用的这个积蓄啊 都还分给了我们 然后我们还贪得无厌 在那抱怨分得太少 所以这个人这个贪恋不知足啊 那真的是个无底洞 而且呢 当人不知足的时候 就已经变成了欲望的奴隶了 你看现代呢 最常在那里喊着 说我要自由 什么是自由啊 难道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叫自由吗 我们所做的一切啊 有没有已经呢 影响到 身旁爱护我们的人 甚至都当他们提心吊胆 那那哪叫自由 那是把自己的放纵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当中 尤其是建立在自己的至亲当中 三更半夜不回家 我很自由 那父母在家里提心吊胆 那个哪是自由 那个根本就是不成熟 不孝了 不能体谅 爱护我们人的心 所以真正的自由啊 是不会做这些习性欲望的奴隶 真正自由人 今天有什么吃什么 不会计较 有什么穿什么 不会挑剔 假如挑剔了 这一件穿了几次了 哎呀又去买新的 一买都是一件衣服 要两万三万块钱 那确实呢 你看他买那些衣服啊 他先生的一个月的薪水 才五万八万块钱 当他看上一件衣服呢 他在那里对他先生讲 买了买了 然后先生在旁边 买啦买啦 别买啦 你看这个都是 欲望止不住的 把这个自己认为的快乐 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而说实实在在话 他有没有快乐啊 他哪有快乐 穿着那一件衣服 走到办公室去呢 就恨不得每个人都看到他 他有快乐嘛 人家不看他 他还得跑到人家面前 转三圈是吧 转了三圈之后呢 刚好同事也没看出什么 他说你不觉得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个同事很老实 看了半天 没有啊 他不只快乐不起来 还气得半死 所以你没看到我今天穿这衣服很漂亮吗 很漂亮很漂亮 人家还应付应付我们 接着说你猜多少钱 结果他一猜两百块 哇我两万块三万块你猜两百块 其实说实在的也不能怪人家 假如我们气质不够 两万块穿下来都变两百块 假如气质很好 两百块都变成两万块 好 你看在这种虚荣之下 不管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 都绝对没有快乐可言 每天就是那个面子在跟人家比较 患得患失 然后买了这些昂贵的东西啊 自己也好 先生也好 家里人也好 又得拼命的去赚钱 那真的都变成欲望的奴隶了 所以曾经我们听到这个在大陆啊 有人买了一间房子 那至于那个房子多少钱 暂且不论 那个房子每年要花的管理维修费 是二十万人民币 维护这个住宅 就要二十万人民币 换做台币八十万左右 所以我们在那里想 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啊 没有时间住 因为都在还贷款 买那么贵的房子 都在还钱 然后老了以后啊 没能力住 等他年纪大了 想住的时候 他赚钱的人力摔下来了 那么昂贵的那个 整个管理费用又付不起 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时间住 买了那个房子 最后给谁住啊 给他的仆人住啦 自己拼命在外面打拼啊 所以说实实在话 到底谁有福气都看不准啊 是他的仆人最有福气 每天在那里 无忧无虑的享受 住大房子 他很可能啊 这一个月去住个一两天 还住得不踏实啊 还脑子里还在那里 要怎么赚钱 在那里绕啊 赢得的是个虚荣 而虚荣啊 只会让自己实实活在患得患失的痛苦当中 所以有一个在这个伊斯兰教啊 当中有一个故事记载 有一个修行人啊 有一个阿轰啊 他在洞穴里面 长期的修学啊 也修得很好 刚好国王去打猎 结果国王的卫兵啊 就在寻找猎物啊 就找到了这个阿轰的洞穴里面去 然后就很不恭敬的 就对着这个修道人说 哎 你有没有看到某个猎物啊 从这里跑过去 结果这个阿轰就对他们讲 说你们讲话太傲慢了 你们不应该这样对人讲话 接着这两个卫兵啊就说了 我们可是 国王的卫兵啊 为什么不能这样对你讲话 然后这个阿轰就说了 那你们国王啊又有什么了不起 国王啊 只是我奴隶的奴隶而已啊 结果这士兵听了很生气啊 你居然敢这么说我的国王 就赶快回去禀报国王 其实这个国王一听啊 哇 马上宝刀就抽出来了 就冲过来 诶 诸位老师 这个国王现在是不是奴隶啊 是不是 他自己不知道哦 他变成什么奴隶啊 变成他坏脾气的奴隶了 完全控制不了 哇 箭就插出来了 然后到了这个修道人面前 他说你今天不给我个交代 我就杀了你 这个阿轰啊 不疾不许的对着国王讲 说国王啊 我是修道之人啊 我已经把我的这个贪嗔吃慢的习气啊 调伏了 所以他们已经变成我的奴隶了 而你每一天啊 都活在贪嗔吃慢 都活在欲望财色明十岁当中 所以你是欲望的奴隶啊 所以我是欲望的主人 欲望是我的奴隶 而你是欲望的奴隶 所以我说你是我奴隶的奴隶啊 好 诸位朋友 我们常常说你看 我很有钱 我很有地位 但我们很可能 是人家奴隶的奴隶啊 结果这个国王听到了这一番话呢 哇 很有善根哦 马上就跪下来拜这个修道人为师 其实啊 这些当大官的 这个古往今来当大官的人 那都是有大福之人 过去都是修道人 他才有感得这么大的福分 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人 在那里弄拳的时候啊 也要了解到 其实他们都很有善根 我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要把孝道 把这种仁爱心 把品德演给他看 把他的善根给唤醒 绝对不跟他一起冲突 那这样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这个 当下呢 这个国王说 我国王不干了 你们自己回去吧 选谁当国王我也不管 放下来 不愿再做欲望的奴隶了 所以当人不做欲望的奴隶啊 人知足者身心轻安 所以人生解知足 烦恼一时处 但很微妙的事情是 当我们人生都知足了 都无求了 你什么都不求啊 往往就能时时为人付出 什么都不求就不自私之力啊 就会替人着想 整个自己的这种专注力啊 都看到别人需要 都不求自己 不为自己求啊 结果很微妙的现象出现了 当我们不为自己求啊 都真诚的对人付出了 那敢来的事啊 爱人者 仁恒爱之 敬人者 仁恒敬之 所以真正一个人 不为自己求了 他什么都能得到 所以今天我们假如觉得这个没得到 最主要的是 我们没有先付出 那一份无私 才敢不得啊 人生的圆满 好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 能知足者 天不能平 能无求者 天不能见 一个人见啊 绝对不是说 他所领的薪水很少 不会的 今天不管哪一个行业 只要他尽心尽力做 都是服务社会 都会让人肃然起敬 往往会让人瞧不起的 是他 比方透过工作啊 浪费公堂 或者贪污腐败 或者当老师的人 没有尽心教孩子 还赚取额外一些啊 不当的金钱 或者当医生的 没有以救人为使命 你看这几个行业 都是很尊贵的啊 但是他假如不尽本分啊 会让人瞧不起 那才是真的贱 你的当医生的 来常常收红包 那个让人看了 都觉得很低贱啊 所以能敦伦敬奋 能尽忠职守 那才是高贵 绝对不是你所有的权力有多高 那个 那个是世所的看法 我曾经给学生啊 念诸子自家格言 很有意思啊 孩子念了这一篇文章啊 我们也都还没有给他解释哦 他念到其中一句的时候啊 就念得特别大声 特别瞧不起这种现象 拿两句呢 叫见富贵而生产荣者 最可耻 其实用地址规就是物产富啦 见富贵 见到有钱的人就 哎哟很有礼貌啊 在那里巴结 这种人最可耻 最让人瞧不起 你看孩子哦 他念到这个就很振奋哦 最可耻 下一句 遇贫穷 而作交代者 看到别人比较穷困啊 就摆得很 很骄傲 不可一世的样子 见莫胜 遇贫穷而作交代者 见莫胜 这反而让人家 觉得他 他没有人格 一点那种 那种 宽容的心啊 那种 体谅别人的心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物产富 物娇贫 会让人家瞧不起的 就是这种八截惨媚 其实不只在财富当中啊 八截惨媚会让人家瞧不起 甚至于是 物厌固 物喜心 看到 这个美色了 就忘了夫妻的道义了 那个最让人家瞧不起 然后不只是在财富当中啊 不可以惨媚 包含 权位啊 那个都不能惨媚 都会让人家瞧不起 好 所以我们人生会干出 让人家瞧不起 让人家觉得第一件的事 那个不能怪别人 那要怪自己 是自己做错的 很多人说 那我交到坏朋友 他害的嘛 这种说法对不对 错 万法因缘所生 所有的人啊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啊 只是一个缘而已 而真正的因啊 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今天纵使旁边有 坏的朋友 只要我们没有贪心 没有不好的存心 这个缘也没有办法 影响我们 有没有哪一个人身旁 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心术都很正的 那不可能啊 一定多少会有一些 良幼不起的接触的人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受 他不好的影响 因为我们自己啊 能做得了主 所以有 我们曾经也听过啊 那个自己的孩子 一二十岁 被抓到那个 警察局去了 然后警察局通知他的时候呢 他还在那 母亲还在那 不可能是我儿子 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你看现在的父母啊 到底了不了解 孩子在想什么 孩子在干什么啊 忙着都忘了关怀孩子了 孩子都干出滔天到罪了 还不知道 结果后来到了 这个警察局里 一看还真的是自己的儿子 突然又转 转成另外一句话了 本来是说 不是我儿子 马上转成 都是被那些坏朋友带坏的 你看一句话就推了一干二净 孩子假如成长过程了 我们把做人处事的正确态度交给他了 这坏朋友也起不了作用 假如我们把地址规真的扎在孩子的心田里面 他很清楚是非善恶 什么样的朋友能交 什么样的朋友应该进而远之 他就有标准 可以医学 所以孩子教不好 不能怪别人 自己人生做错的事情 染上了财色名十岁 结果一丝足成千古恨 也都不能怪人 所以历史上的唐朝 唐玄宗 你看还没遇到杨贵妃以前 开元盛世 历史上流明 唐朝有出现两个盛世 贞观盛世跟开元盛世 结果你看遇到杨贵妃 从开元盛世变成什么 变成安史之乱 差点就把唐朝给亡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很冷静 唐朝被谁亡的 汉朝被谁亡的 我们可能直觉会说 被比方 被某一个人窜了 比方说汉朝被曹操给灭了 其实说实在来 曹操也只是一个元而已 假如汉朝末年的这些皇帝 能够还是依循 他祖宗的教诲 不会这样交涉淫逸 那他这个国也不会灭 所以一个国一个家会被灭了 绝对不是别人害的 那个因还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这个都是理智的态度 明白了这些道理 就不会乱怨恨他人 所以人生还会有怨恨他人 那是道理没搞清楚 因为我们也曾经遇过 这个很多夫妻不和 然后就说都是那个女人害的 都是他把我先生给骗走的 其实家伙不烧 也伙不起 你家里没先内乱起来了 人家有机可乘吗 一定是夫妻自己不互相信任 慢慢那个裂缝越来越大了 那才会遭感来这样的缘 所以人生应该有一个态度 要负最大的责任 所以我们举了这个历史的故事 唐玄宗的事情 我曾经到一个警校去演讲 那有三百多个警官 我说这个安史之乱 谁要负最大的责任 突然有一句话想很大声 杨贵妃 这个都是没搞清楚不明理 哪是杨贵妃 杨贵妃是个缘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唐玄宗好色 杨贵妃假如在尧顺那个时候出现 很可能会被派去洗马桶 真的不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圣责人 他的那种智慧可以看得很深远 他知道这些欲望一出现 这个果会灭掉 所以像大宇 有人送他酒 其他的外邦送他酒 他藏了一下 这个东西马上拿去毁掉 他说这个东西假如流传下去了 往后因为这个东西亡裹的不知道会有多少 你看他马上就能够洞察到 所以大宇曾经给他的子孙一段话 说内作色荒 外作情荒 甘酒适一 俊与雕墙 有依于此 未祸不亡 大宇就交代 这几个坏习性不可以做 内作色荒 那就是淫乱 然后对外常常都出去打猎玩耍 这个叫玩物上智 玩人上德 然后甘酒 喜欢喝酒 喜欢听迷迷之音 然后又喜欢盖大房子 叼龙化洞 只要有上面哪其中哪一条 绝对上身王家 那我们很冷静看一下 历史上王国的国君 这里面有几条 每一条都有 你看能不亡 然后我们再冷静看看 我们这一 我们的下一代有几条 你看外作情荒 玩物上智 他们打电动玩具 打到根本都不回家了 那都是外作情荒 甘酒适一 染上了这些喝酒的习惯 然后你看现在听的都是什么音乐 迷迷之音啊 孩子每天在那里听都越来越消沉 然后俊语雕强 这个衣服啦 住的享用都要最好的 其实假如这些习气都在我们下一代看 身上已经出现了 要很谨慎了 那个都是警训了 家道必拜了 所以这些圣责人都很有警觉的啊 我们可不能说 哎呀是他们没有遇到杨贵妃啦 不然他们也受不了 那个常常都是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所以不能怪杨贵妃 杨贵妃 这些假如出现在其他这个圣王时代啊 他就不可能把国家给弄垮了 所以要怪的是怪唐玄宗好色 但是我们再细细去想 好色是因为他缺乏了什么 所以才抵不过这个好色 还是孝心不够啊 当他在那里沉沦的时候 他假如还能想起祖宗父母 他当场就懂得 悬崖勒玛回头是暗啊 所以很多的家长都在那里担心 哇现在社会诱惑这么多 那我的孩子现在才十二三岁 他以后怎么办 甚至还埋怨啊 这个社会不好啊 所以人喔烦恼埋怨不晚 社会再怎么乱 只要我们的家风家道很好 依然可以啊出淤泥而不然 你看范宗淹的子孙呢 已经一千多年了 他曾经经过多少乱世 但是历史上 他却没有出一个子孙 败坏他的家风呢 人家做得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要从这里去立志去学习啊 只要他真正了解 生有上移轻忧 得有上移轻修 他不愿意自己做错事啊 连累了父母 连累了整个家族 败坏了家风 他有这一份心呢 很多人生的诱惑啊 就不可能障碍得了他 诱惑得了他 所以这个因啊 还是要给孩子真正的孝心 真正的这种浩然正气啊 扎在他的心田里 好 所以我们提到的是 人生啊 应该啊 为自己负最大的责任 然后换在杨贵妃的角度来看 你看他跟唐明皇 谈情说爱 他清不清楚 唐明皇是真爱还是假爱 杨贵妃最后的下场也是被活买啊 那谁造成的 那也不能怪别人 他自己造成 他跟着这个男人到最后 要江山不要美人 当初还跟他说 在天未愿为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之 所以那个没有孝心的人 他花言巧语再怎么样 你都不能相信他 杨贵妃应该看到的是 哇 你看他国政都不治理啦 他都不念他父母的教诲啦 不念祖宗的教诲 这样的男人不能跟啊 跟到最后就会很凄惨 所以这个故事好几个角度 都值得我们反省哦 不能只想到唐玄宗哦 现在有很多女人的命运哦 走得跟杨贵妃差不多哦 所以后面的读书的人呢 就写了一一首诗啊 留给大家多多啊 就这个事情呢 多多的思考 写道呢 空意常生殿上谋 那个常生殿上谋 就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啦 江山秦众美人亲啊 真的江山跟美人一比起来啦 还是要江山啦 滑青池水马为土 这个滑青池水啊 那是唐玄宗啊 建给杨贵妃洗澡的 啊马为土就是军队走到马为波的时候啊 军队不走啦 今天杨贵妃不死呢 我们不走啦 所以滑青池水马为土 通通谁干的 唐玄宗干的啦 所以喜玉埋乡总一人 让他洗澡 或者是把他活买的 不都是同一个人嘛 那他还是真爱嘛 是吧 当 杨贵妃要被活买的时候呢 唐玄宗一句话都没讲 假如这个时候他说 是我自己错啦 谁都没错 要罚罚我 他这种气概出来 相不相信唐朝的命运会更好 会震撼 把这个正知正见 传到全天下去 那个皇帝开悟了 其他人都会开悟 那很可能 杨贵妃的命运也会变喔 这个当然历史没有办法重写 但是我们从这个历史当中 要有形式 没有孝行啊 绝对没有真情存在 好 所以能无求者 天不能见 所有的诱惑 是因为我们有贪着 才会绕得不好的下场 所以不能啊 责任不能推给任何人 好 然后接着又说 能忍辱者 天不能祸 我们能按耐得下坏脾气 人家给我们挑衅 都不会起作用 也不会起冲突 那祸就化掉了 所以早上也提到呢 我一个长辈啊 他的同事啊 都非常嫉妒他 到处说他的坏话 他不生气 不跟他计较 假如跟他计较了 刚好在 这办公室里面 两个人吵起来了 那会让人家看笑话 很可能也会有祸零头啊 所以忍得住了 没什么祸 甚至于 当我们能忍得住脾气啊 他到处讲我们的不好啊 讲到最后人家会觉得 这个人真没修养 人家都不跟他计较了 他一直讲 后来啊 他的这个同事呢 遇到了一个问题 然后因为他嫉妒心太重了 得罪了太多人了 请谁帮忙都不肯 结果后来啊 他就来找我这个长辈 因为这个长辈也很有才华 找他的时候啊 他非常乐意的帮助他 结果帮助完之后啊 当事人非常感动啊 我这样长期毁谤你啊 你不只没有跟我计较 还帮助我 后来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而且后来也了解到 哦原来 这个我这个长辈呢 是学佛 学圣教的 就更对圣教生起信心 所以我们要帮佛脸上贴经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能真正把佛陀的教诲演出来 让一切的人对正法生起信心 那是最实质的 给佛菩萨脸上贴经啊 而不是买买几片金片 然后贴上去而已啊 修行人啊 重实质啊 不能重行事啊 我们今天点了几个那个光明灯 哪里光明了 不放下我们自己的分别执着 我们心地的光明怎么出来 我们自己心地 光明都透不出来 分别执着都放不下了 又怎么去点亮别人的星光呢 所以佛门这一些啊 通通都是表法的 圣贤教诲 这些礼仪啊 也都是表法的 我们要好好啊 用心去体会 用心去学 所以别人不可能给我们祸 自己会给自己祸 人随遇而安者 天不能困 这谁障碍了我 谁障碍了我 这是错误的想法 能完全活在当下的人啊 不会有被困的感觉 所以这提到了 我们假如能实时啊 把一切的境界 一切人事物当自己的老师 那也没有埋怨了 这个就是 处逆境 随恶缘 不起惩慧 业障尽消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浮惠权限 其实这一段话呢 我们就了解到 一切的境界 都在帮助我们 放下贪嗔吃 一切的境界啊 都在成就我们 都是我们的老师 真正会修的人 看一切人 皆是菩萨皆是老师 只有一个人是学生 就是自己 去除 其实这也是啊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呢 蕴含的一个修学的重点啊 不管遇到的是好缘坏缘 通通在提醒我们 我们还有贪没有去除 我们还有撑没有去除 我们还有吃没有去除 我们还有傲慢没有去除 所以刚刚我们做的实验呢 你看我们的无量的智慧 福分得能啊被什么遮住啊 就是被执着分别妄想 就是被贪嗔吃慢的 一层一层把我们 如来的智慧给它包起来了 所以谁提醒我们 哎呦我们还有这些尘埃啊 懒着 谁提醒我们 一切的人提醒我们 那我们怎么可以不感谢他 他在帮我们找一点智慧得能福分现前 不然我们修了半天 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他们一出现就提醒我们 所以诸位老师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马上很生气 那是你人生的大贵人 他让我们别空过 哇我还有这么严重的习气 赶快啊去除掉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海口啊 讲了有半年的时间啊 有一个朋友啊 这半年来的都来听课 然后每一次听完呢 他就跑到前面来跟我讲 蔡老师你讲的真好 结果半年以后呢 他上来还是跟我讲 蔡老师你讲的真好 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他 浪费了他半年的岁月 假如我们讲的他有受用啊 他上来就不会讲这个话 他一定会说 你上次告诉我说 应该要这个反求诸己 不能先责怪别人 我回去很受用 我回去之后脾气变小了 好像家庭气氛都比较好 这个才是他有受用啊 他半年来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当平分员 看蔡老师讲的怎么样 所以他自己没受用 那我们浪费了他半年的岁月 很不好意思 反而谁会对他最有帮助 就是谁他遇到了谁 马上知道要去贪心 要去傲慢心 去坏脾气 那样的人就是他的贵人 所以诸位老师 谁是我们的贵人啊 最能让我们马上发现我们习气的人 那就是我们的贵人 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不只不会埋怨他们 还会感谢他们 哎呀就是你们出现了 才让我知道呢 要赶快对峙这些习气 不然我的智慧都出不来 我的福分都出不来 所以就在一切境界当中啊 学习 在一切境界当中啊 放下贪嗔痴 满怀疑的心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心境啊 真的往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日日是好日 时时日是好时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这个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转 这样就会活在呢 通通是同参道友 都是别人都是我们老师的 这种感恩的世界里面 好这个是我们分析啊 自己为什么会怨的一些原因 再来啊 人之所以会怨呢 是求不得苦 而为什么会求不得呢 所谓 所谓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其实人生啊 什么都求得到 但是要如理如法去求 我们今天希望家里的人能转变 人事环境能转变 我们就要很清楚 要怎么去才能真正让家里的人都能跟我们和睦相处 所以所要依循的 要如理如法在哪里呢 要正己化人 自然就求得到 要改变全世界以前呢 首先要先改变我们自己 那人找到这里呢 就懂得诚意正心修生 生修自然而后 加起国至天下的水到渠成 好我们明天再来谈如何正己化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的主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的主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昨天谈到自己如何无怨的无悔的 面對自己的人生 俗話講理得心安 道理明白了 很多的執著煩惱就可能放下來 所以沒有什麼比學習 比開智慧更要緊的事情 因為我在還沒有學習 佛菩薩聖賢的教課之前 自己也是很熱心的人 但是因為熱心沒有智慧 往往越幫越忙 然後別人很怨 自己也很無奈 閩南話常講 做得很努力 但是並沒有真正能幫到對方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深深在思考 一定要先長智慧 所以人生踏出的腳步大小 不是最重要的 方向要先踏對 這個方向踏對了 我們才能真實的幫助到他人 所以今天我們為人父母 也是很用力用心照顧孩子 但是孩子並沒有感謝我們 甚至還怨恨我們 這個都是我們用的方法 需要學習 需要調整 需要用智慧去判斷 你看以前父母生七八個孩子 也都照顧得很好 挺懂事的 現在是一個孩子 父母搞不定 甚至於爺爺奶奶 外公外婆通通進去了 還搞得天翻地覆 孩子還是脾氣很大 很難管教 努力有結果 不一定會有好結果 我們一定人生要先從開智慧開始 而智慧必須透過學習 透過明理 所以埋怨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 對自己對他人都沒有好處 其實這已經在意氣用事了 我們停止意氣用事 提起智慧提起理智 那我們昨天有提到 如何自己不要有埋怨 不要有抱怨 首先是明白真相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世果 今生作者是 我們現在所受的 很可能是這一輩子之前 所種下來的因 現在在收拾這個結果 比方這個從小沒有教孩子笑到 沒有教孩子恭敬的心 那現在孩子不笑 現在孩子無理 那就是結果了 以至於是 一些我們根本才剛認識的朋友 他處處與我們對立 與我們作對 這個時候我們也很無奈 為什麼我根本就沒有得罪他 但是他處處找我麻煩 那原因很可能就不在這一世了 而是在前世的所結的不好的緣 昨天我們也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悟達國師 你看他前十世以前 是緣岸 跟曹措結了緣結 十世之後呢 這個曹措的怨氣都沒有結 還來報仇 當我們面臨惡的緣的時候 我們所生起的 是一種慚愧的心 是一種反省的心 是希望這個冤結這一輩子能化掉 甚至能喘成善緣 轉成一起修學 一起當生成就的法緣 那這樣的人生呢 不只會無怨 甚至會覺得不枉此生 過得很有價值 我們可以透過自己 時時的懺悔 時時的那一份利益眾人的心 能夠真正弘揚正法 人家一看說這個人修養很好 其實當我們遇到一個朋友 對我們很無理 對我們處處障礙的時候 其實旁邊的人都在看 這時候我們不跟他計較 所有身旁的人都會覺得 他怎麼這麼有修養 原來他就是學弟子規的 原來他就是學佛法的 這個時候我們真正在當下 能忍辱就是在弘揚正法 就是在廣修供養給大眾 這個供養最實質的 就是我們依教奉行 所以當明白了這個真相 面對任何的惡緣 歡歡喜喜 因為要把它轉成法緣 大家面對惡緣的時候 一定要想起布袋和尚的教誨 剔透在臉上 隨他自甘了 我也省力氣 他也無煩惱 在這個時代能有這樣的修養 一定會讓人印象深刻 一定會讓人很好奇的來了解 到底我們是在學什麼東西 能夠人生有這樣的境界 這個時候不就把人都引進正法來了嗎 引進佛法來了 而面對所有的惡緣 我們都當還債想 其實那個還債想 那個還刻意去想 根本上本來就是應該還的債 而人無債一生親 所以早一點來討債 我們歡歡喜喜 最好不要要往生以前來討債 那就很麻煩了 而當人家來討債的時候 就是我們看看自己功夫的時候 看看自己功夫 任何人來找我們的這個麻煩 我們的歡喜接受 那你這一輩子要成就就很有把握 因為沒有人 可以讓我們再起貪嗔吃慢的煩惱 那當我們不會再被境界轉 不會起貪嗔吃慢 我們又一心求生極樂 那當下已經有把握了 所以常常我們在修學的時候說 這個有沒有往生的消息 這個消息指的是什麼 指的當我們面對一切人事物 都不會再起貪嗔吃慢 這個就是往生的消息 那什麼時候能契怒這樣的境界呢 那當然最好是當下就契怒 當下就一切的人都是法眷屬 都是來成就我們的人 那個心進轉啊 境界就轉 所以映光大師給我們一句教誨啊 非常的深刻 看一切人皆是菩薩 他來幫我們消業障 他來提醒我們 我們這個功夫啊是假的不是真的 趕快再繼續努力 那提醒我們之後 我們在面對境界 趕快放下這些貪嗔吃慢 趕快放下這些分別執著 而當真正放下了分別執著